就是後面的部分 剛剛這一題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如何判斷到底是中文還是英文 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首先的話我會需要用到一個概念 這個概念的話不知道各位熟不熟悉 電腦的內碼 如果你不太熟悉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內碼有一個 以前如果你有學過計算器概論 有一個ASCII Core 這個美國人設計電腦的時候 他其實根本沒有想到會有他國語系 的問題 他只有英文 英文跟數字只有大小寫 所以他編碼的時候 紙編的0 這邊有個DEC 實境位的地方 0到127 所以你們主要看哪一欄 看這一欄 DEC這一欄 他這個是編號 他就這樣編 0的話是沒有 然後數字的話 我把它放在第48是輸出0 然後如果輸出9的話是57 所以46到57 那就數字 然後還有符號 有沒有 然後英文大寫就65 有沒有65到多少 65到90 然後小寫是97 一直到122 其他就是符號 好 沒有了 所以也就是說 如果他是在內瑪表裡面的話 那表示他有可能是英文 那如果不是的話 比如說他可能是大於127 那可能應該就中文了 所以我們有這個概念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可是你想說 老師那我怎麼可以取得某個儲存格 裡面第一個字的內瑪 很簡單 剛剛不是插入函數 文字類裡面有一個函數 哪一個呢 取內瑪 還記得吧 這個 CHAR 這個 這個函數有沒有 他說 根據你的電腦支援 其實關鍵字就是 傳回代碼 所對應的支援 所以呢 意思就是說 你給他字 他會幫你把這一串字的第一個字 特別說只會抓第一個字 的內瑪位置 比如說你按確定之後 我要抓那個中華民國的中 他的位置在哪裡 那你會發現 你按確定 當然他會抓第一個字 所以按確定 我更正一下 CHAR的話應該顛倒 CHAR是哪個字的位元素 我們應該是換另外一個 應該不是CHAR CHAR的話是 你給數字 他給你哪個字 所以如果你用CHAR的話 假設你這邊給數字 比如說我剛剛內瑪表裡面 假設我要大A好了 如果輸入65 所以你CHAR的話是65 他會給你A 對 OK 所以不是這個 哪一個呢 這個不OK 那另外一個 應該是哪一個 Code Code 其實 就剛好這邊有講 根據你 什麼 電腦目前所使用的字緣期 不過跟各位講 這個中文實在是很不OK 所以你看重點 而且你不要認真看 認真看法 看不懂 所以你就是 把它當成是翻譯很爛的一個翻譯 那就看懂了 所以他怎麼樣 他說文字串 就是文字 的第一個字 文字串中 第一個字緣的字 第一個字緣 所以這個實在是不太通順 如果以作文的角度來看 這實在是可能要改寫 但是我覺得他這個不 但是問題是這個錯誤已經存在30年 30年前的翻譯跟這一模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 而且這個軟體還賣得非常好 你看每一年賺台灣多少外匯 只是因為要買Office軟體 OK 所以 沒辦法改變 好 按確定之後 一樣 它會第一個字 所以會把你的鐘抓過來 有沒有發現 它這個是42,148 顯然超過127 有沒有 因為我們的這個表裡面最大 其實是127 所以如果我按確定 你會發現向下填滿 有沒有發現 有沒有發現 有個現象 哪個現象 如果大於127的話 那它應該就中文 如果小於127的話 那應該就是英文 好 所以我們有一個邏輯基準 那我們怎麼判斷呢 當然你可以在旁邊練習 如果 如果 所以插入邏輯 如果 如果 這個 裡面的結果 大於127的話 那我用中文的方式處理 反之用英文的方式處理 那這樣就OK了 只是說要怎麼做 好 這個問題解決了 那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那如果中文 我希望把它裡面 所有的 空格去掉的話 那你要想哪一個函數 可以去掉空白 所以取代 但是在這個文字類裡面 有一個叫replace的 不過這個replace 反而不太好用 它也是取代的 哪一個 order test 而且它 start chart 然後這邊好像需要 好幾個 總共有四個參數 另外有一個函數 跟replace蠻接近的 更簡單 在底下 這個叫做substitute substitute的話 其實跟那個replace很像 但是比replace更簡單 我比較推薦這個 我們來試一下確定 test 顧名詞碼 文字在這裡 這個字喔 幫我把什麼呢 把舊的字 old test 就是你要取代的 取代什麼 取代空白 所以空白 你就是打一個空白 不過我建議你先 雙引號 空白 雙引號 那new test 是要變成什麼 沒有 沒有不是保持空白 我記得是 沒有文字是這樣子 沒有文字 其實就是清除掉的意思 清除的話 就是兩個雙引號 OK 就表示清除的意思 好 就是幫我把空白 清除掉的意思 那你可以看到 他得到的結果 就像這樣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 有沒有發現 把所有的空白 通通變成這樣子 那就OK 好 那這樣子 我就按確定 看一下結果 像這樣填滿 有沒有 但是 這個是沒有判斷 所以 我們應該做的是說 如果 是 什麼呢 如果 我今天是 所以 這個變成 哇這題有點難 這變成說 先用code判斷 判斷完之後 如果為初是這一個 如果為force是這一個 有沒有 應該可以懂類似吧 但是 我們最後 最終版 是希望 不要拆三個 我們是希望把三合一 OK 應該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這個最難 所以我們來 按部就班來做 我把它delete掉 OK 但是最難 所以我們按部之後 第一步先判斷它的內碼 所以內碼用code code code的話是這個 有了 好 第一步 第二步再把code減下來 再判斷 所以判斷的話 就是減下 插入一個邏輯判斷 然後是if 怎麼判斷呢 就是它的內碼 如果是大於127的話 那就是中文 中文我用substitute 當然你substitute也可以打 可是想說老師 我substitute拼不出來 怎麼辦 沒關係 我講過 如果你要在這個裡面 再加函數 請你按這邊 它會幫你把 當然你優標先放這裡 然後再到這邊 點一下 剛好用到substitute 它就會幫你顯示出來 不過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是你優標先放這邊 就是優標先放在這個裡面 然後再按這邊 這邊選它一下 它就會幫你把那個 函數插入到這邊 所以這邊的話 substitute 然後有沒有 它就會自動放在這裡 那test就是這一個 然後ordertest是 雙引號空白雙引號 然後兩個雙引號 這樣OK 按確定 不過當然它現在會變成說 這邊沒有 為什麼 因為它沒有False 所以你可能要回到if 再插入一下 False這個還沒錯 那怎麼說 一樣嘛 就是記得 這個點一下 然後插入 它會跳回來 OK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再到這邊 再到前面這裡 找到twin 然後呢 我們就是一樣的方法 就是這個 按確定就可以了 然後你會發現 它一樣會空白 但是因為經過判斷 所以向下填滿的時候 它就是說如果中文 它就會全部刪掉 如果英文 那就保留它原來的空白 所以答案就在這邊了 這一串 看一下這一串 我不確定雲端上面有沒有放 有啦在這裡 一模一樣 OK 有沒有大於一二七 用來判斷中英文 所以喔 工作上其實有非常多的地方 都會判斷不同的中英文 那當然 如果你不會這個方法 還是做得出來 只是土法內鋼 土法內鋼 是多麼恐怖的事情 如果資料量幾萬筆 你做到什麼時候才做得完 但是如果你會這個的話呢 大概一分鐘做完 點兩下 事情就搞定了 多好喔 所以呢 請各位試試看 那今天的部分 就是把這幾個 總共有五個 工作表裡面的函數 做完 然後你把它存檔 存檔之後呢 再繳交到坡頭上去 這樣子 就完成今天的練習 那如果你做完 決意猶未盡 你可以思考一下 如果這一題怎麼做 這邊的話可能會用 REPD在L1N怎麼做出來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剩下的時間 就給各位把剛剛的練習完成 那繳交 就完成今天的這個進度了 OK 然後 下一個禮拜的話呢 我們就會再更上一層了 所以各位要一點心理準備 就是說 每一次 每一次都會有 再稍微難一點點的東西 不過這個東西 對各位將來再提高工作效率 做事的效率提升 是有非常大的幫助 等於是說 千萬不要像以前 用那種沒效率的方 原始人的方式 畢竟你現在是活在這個現代 那用現代人解決問題的方式 那當然 我覺得相對會比較有效 而且比較不會說 被 這個 工作給綁住 OK 所以未來不希望被工作綁住的話 可以快速解決一些問題 我覺得 在一些專業素養上面 可以 多多 提升 OK 好 試試看 剩下時間給各位 把這個作業給完成就好了